不一样的播出 那当然是电影会放大很多 可能电视表演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都要接触到电影或者电视这样子 因为之前我对你的就是 你感觉都是演一些高楼小绅士的角色 是 感觉非常青春 也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很久没有就是进入这种学生时代这种时光 然后会拍会让我觉得回到之前上学的样子 就是大学生生活的感觉 跟学生互动或者是在校园拍戏的时候会看到大家上学 然后觉得他们是在拍戏吗 他们是哪一组的 然后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那种团结都会让我想象到之前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人来拍戏 然后我也有客串几场戏 在国外的时候 所以会让我回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那当然是让我青春很多 然后觉得让我挑战起聚 然后让我挑战这个校园的戏会很新鲜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异象这样子 但是有很多男性都说过 就到了一个阶段就不太想拍这样的类型的小园剧了 嗯 所以你怎么看 嗯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吧 因为我留胡子跟没有胡子是蛮大的差别的 所以的确就是为了这部戏剃掉了胡子 然后就看起来年轻很多 然后也是也是觉得会让我有点挑战性了 因为有一个不同表演的方式 然后让我挑战喜剧 让我挑战比较年轻性格的一个一个角色 所以我希望可以多参与到像校园的 或者是就是不同类型的戏跟角色 所以我自己呢 因为身高相对于其他男演员都会高很多嘛 所以因为这个身高问题会不会跟就是女生拍戏的时候很辛苦 我觉得很多人跟我拍戏都蛮辛苦 不然就是我自己很辛苦 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一个 就是镜头可能带不到我们身高这两个 两个的脸在一个镜头里面 所以有很多 有很多都是必须都是我要八字腿 或者是他产在木箱 然后就是这样进入拍摄 或者是我蹲着这样走路 然后跟他正常走 我蹲着走 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场景会让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可能我们要谈恋爱 但是走路一边走路一边谈 然后我是鸭子的那种路 然后一直走 然后会让引起对方笑这样子 所以我有很多很多场戏都是爆笑 或者是很有趣的拍摄方法 但是我觉得蛮好的 其实现场就是很真实的 欢乐然后搞笑 那我也是觉得拍了这部戏也是 还蛮怀念的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轻松 然后每天都有都是有一个焦点 然后很乐趣这样子 所以过得蛮愉快的 然后跟这么多的日子在一起 我其实真的蛮怀念那次拍摄的时光这样子 其实我还很好奇 就是因为你们身高差了四十公分吗 所以拍摄的话 会不会有这些是不会被就很变腰啊 或者之类的那种感觉 其实当然是会有 因为我们毕竟身高差这么多 然后有很多场景就是可能 可能我们彼此之间都没有尝试过的 那可能要怎么接吻 可能怎么拥抱 然后又怎么去有这种喜剧的方面带出来 或者是我牵他的手走路 我走一步他走三步 就这种之类的交流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那在电影里面出现都是很真实 很天真的那种感觉 所以一定会让大家觉得很很有趣 其实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觉得都是一种挑战 就是一个都是我 然后也是觉得就是有一点差别 但是我觉得毕竟是好玩 然后也是让我开放我自己的 就是喜剧天分 所以我觉得都还还好 就是希望可以多尝试一下 不一样的角色 或者是不一样类型的电影 所以在中国中 也跟电影中的这个角色 其实有一点点类型 有一点点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觉得可以带出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这一次也是觉得 自以为就是蛮惊讶的 就是有一些表情 或者有一些方式 拍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笑点那个是非常好 所以导演也是很信任我 然后我觉得我们合作起来都很愉快 然后也很也很就是有趣 所以真的 电影出来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支持这部 就是喜剧 然后让我 让我可能开发一个不同的路线吧 也许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电影中 看花器应该属于比较霸道一点 是吗 其实张霄这个角色 我觉得 算霸道也是有一个 就是他的性格好像 可能就是比较霸道一点 然后可能大家都是知道 这个人物在学校很有名 然后也是打篮球 也是一个运动员 也是一个摄影师 然后可能在学校没有人 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很多女生都很欣赏他 但是因为夏欣妍这个角色 是也是新来的学生 然后他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女生就不理他 不吊他 然后就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奇 就很有趣 希望可以多认识他 但是他就就是很很硬 然后就一直把我推开 然后就是不希望不希望多认识我 所以所以这个角色 就是有一个挑战了 那也是在戏中里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年轻的挑战 就是有很多游戏 我们彼此在地里面有玩的 所以那你自己生活中 你觉得是属于这种霸道型 还是温柔型的吗 生活中希望是可以温柔 那我其实 自己上没有真的很霸道 然后也是 除了可能就是运动啊 打篮球之类的 我觉得生活上 还是比较希望可以温柔一点 我看你就是前一阵 你是中美店的节目 我看微博上有发跟那个 神经理侠的和友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是比较算高大型的吗 所以你是喜欢他那样的 还是娇小一点的吗 嗯 他的确蛮高的 就是 那个时候见到他的时候 也是第一次见面嘛 也是 就是觉得他的身高 身材真的非常适合 就是 wonder woman 然后 的确很美 那 我觉得 会有 会有一点压力 因为 因为我觉得身高高的女生 会 会让我觉得 可能往后 看 会比较 比较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 对 他的确给我一点压力 对 那你生活中是 比较喜欢高大型的 还是比较要求 呃 真的 真的是要看感觉 因为我身高都 都不太去分 就是分别 那我觉得 最主要就是感觉 嗯 所以不会在意 就是身高差多 对 不会在意 因为看着你 其实在微博上也发 好像有拍新的作品 那未来在电影方面 嗯 就是有什么 可以计划 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 其实今年 其实拍了蛮多的 那今年有一部 有一个运动篮球的故事 像 马布里的故事 呃 还有一个 就是 呃 我在纽约拍的一个 百老汇的一个故事 所以有很多作品 今年拍 希望明年 大 让大家可以在电影院看到 然后啊 就是有很多 就是 接下来的作品 也是希望 呃 明年 或者是后 呃 后年 呃 让大家见到 这样子 嗯 好的 就是放在 就是 你今天一定要做 100个伏地提升 或者是 仰我起座 你只要把你那个心态 放在上面 就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 你只要专注 然后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篮球场 投100个shot 就是投一个 100个篮 我觉得 就会有一个成就感 就是今天达到了一个目标 那希望明天有一个新的目标 那最主要就是要有专注力 跟 不要就是 懒惰 因为我 我也是非常懒惰的一个人 所以明天都是希望有一个规定 那你这个 只要这个目标做好 得到了就会有一个成就感 这样子 嗯 就可能每天起来就是 仰我起座嘛 腹地提升 这是必须是要的 或者是 你真的没有时间 当然是可以去健身房 跑步 那我当然不喜欢 就是在健身房跑步 然后 一个人在那边很无聊 其实我喜欢去打球 或者是户外活动 就是可以让我流汗的 那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 有 有自己的时间去打篮球 这样流个汗这样子 嗯 嗯 就是打篮球 嗯 所以有时间都会去打篮球 嗯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 好啊 那其实最梦升高差 11月25日就要进电影院 希望大家可以进 呃 电影院 支持我们呃 这么有趣 又 很多笑点 然后又很浪漫 又很逗的一部 喜剧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呃 大药幕上挑战这个喜剧的个性 那我演的是张霄 那呃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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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